在順勢療法的世界 已經開發出人工智能的診症系統 這個先進的人工智能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結合了眾多享負姓名的資深順勢療法醫生的腦袋 人工智能會學習他們的診症邏輯 模仿順勢療法醫生為病人處方療劑的思維 這樣就可以大大減少診症時間了 而且病人可以在任何順勢療法醫生非工作的時間 都可以得到專業的處方 換句話說,只要病人有需要 他們隨時都可以得到專業的支援了 在這個人工智能的診症系統裡面 病人只需要回答與疾病相關的數十項簡單問題 人工智能就會模仿順勢療法醫生的腦袋進行分析 即時處方出合適的療劑 現在人工智能可以處理的急性問題已經多達33種了 相信可見的未來 會有更多的病人可以透過人工智能處理到 客林,看來你當年那篇《信勢療法是醫療的未來》的論文 逐步實現,我感到很安慰 我的後人,多謝你們為《信勢療法》作出的貢獻 儘管可能仍會遇到困難,但請你們繼續努力 我很放心將《信勢療法》的未來交付給你們 再見啦各位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